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抽风 首先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 一定要跟大家说两个事情 第一 本期视频不是游戏情况 第二 本期视频里的所有观点都非常的主观 因为我只是一个玩家 我他妈又不是CDTV 这期视频咱们来干点什么呢 为什么要录这样一期视频呢 也是有两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方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经常被大家诟病 什么录视频里面废话太多 虽然我认为也不叫废话 但是为了满足大多数玩家的需求 观众的需求 然后少说了很多闲话吧 闲话吧 那么一定要有一期视频 是不是让我跟大家好好聊聊天 说出闲话 这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每天不聊天 直播的时间是聊天的时间 但是有很多观众又不能看直播 总要有一个聊天下的视频 奉献给大家 扯一些我想说的话 咱们大家交流交流 第二个事情就是录这个视频七期 正好这不赶上Steam的万圣节特卖了吗 Steam又他妈的特卖了 你要知道 这次的特卖的阴谋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因为前两天 这个微信不是支持Steam的支付了吗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就是这一帮的阴谋 为了这个正好和万圣节活动搞在一起 然后这个游戏卖的更好 你们太年轻了 是吧 因为这帮只是为了万圣节嘛 这帮主要后面还不是有冬季特卖吗 就是一个新上线的支付系统 总是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正好记得这次特卖啊 好好的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等到冬季特卖 对吧 就是新年特卖 圣诞节特卖 都是这个叫法 是吧 坑死你啊 坑死你 也不用叫坑吧 买东西就东西啊 一个愿打 一个愿爱 其实每一次的特卖啊 都有非常值得买的游戏啊 虽然说整体来说呢 是让你掏腰包 但是呢 也是会给你收获一些 可以让自己 比如说喜家一啊 或者一些想玩的游戏啊 以前没有买啊 或者是一些连机的游戏 不买正版连不了机啊 这种情况 是不是 还是有很多游戏啊 我们可以拿来买一下的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视频啊 也就是准备起个名字 叫做特卖了 买点啥之类的名字 我还没有想好 是吧 想到了一个想法 就开始录了啊 主要是跟大家聊聊天 车友谈什么的 那么这一次的万圣节特卖啊 它是主要是卖的是恐怖游戏 但是也是只是所谓的恐怖游戏 就是它只要有一些恐怖的严肃 甚至是惊悚啊 一点了 或者是偏黑暗化一点了 它都会 很多游戏都会在这个万圣节特卖里面 进行一个打折啊 进行一个打折 大家可以看到饥荒都有 是吧 饥荒能算一个恐怖游戏吗 是吧 根本就不能算是吧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点啊 推荐一些我个人认为 非常值得买的游戏啊 才是一开始的那一句话啊 本期节目说的所有的话 都非常的主观毫不客观啊 都是只是代表我自己的主观的想法 那么今天先给大家推荐的游戏啊 是这一款啊 叫做疯人乐 我敢说这一款游戏啊 大多数的玩家都没有玩过 因为这个游戏实在是太久远了 1998年的游戏 是一个AVG 应该算是AVG吧 冒险啊解密啊 偏恐怖这样一个游戏 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 这个游戏啊 我大概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啊 09或10年吧 因为汉化有的比较晚 但是Steam上依然是没有汉化 但是因为它只卖18块钱 买回来喜加一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搞个汉化版玩一玩 是吧 Steam的游戏啊 有的时候买回来 不光是有一个什么作用啊 不光是有一个玩的作用 也有这个收藏的作用 是不是 到时候你跟大家说 你看我Steam有个98年的游戏 叫做风人院 你有听说过吗 没有听说过 这个游戏可牛逼了 这玩意 你可以来刷一下这个全成就啊 你看这游戏我也全成就 特别屌 98年的这一款风人院 那么提到98年的游戏 还有款游戏 也要推荐给大家 没有在刚刚列表里出现 但是也非常好 就是这个叫做 冥界狂想曲的游戏 这款游戏呢 也是98年发行的游戏 特别的棒啊 是98年的发行一个 非常难得的 非常棒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 风格很诡异的 恐怖的解密像的 AVG的游戏 非常值得一买一架 现在是售价12块钱 那么这款冥界狂想曲 以刚刚我说的 那个风人院这两款游戏呢 在这次的特卖中呢 都是历史最低价 以前可能也有 卖过这种价格 但是这一次呢 也是就是最低的价格 最低的价格 没有卖过 比这更低的价格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买一下 僵尸夜席 这款游戏 前段时间 我做过一期的试玩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呢 基本上通了全关 不过最近又有好多次的更新 我也不太确定 到底啊 我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新的关卡 我还没有玩到啊 这款游戏呢 一款策略像的 也是偏动作像一点吧 如果你动作像不太好呢 它可以 再由一种反复的暂停 反复的暂停 来规划你的行进路线 所以说整体来说呢 它还是一款这个策略像游戏 对操作优秀不是很高啊 玩起来呢 手感也非常的好 但是呢 买不买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它虽然说也是 历史最低价 因为毕竟这款游戏 是在2016年 7月份才上的游戏啊 它没有打过 这么特别大的折扣啊 那么在steam上的历史最低价呢 是31块钱 也就是现在 我们这次万圣街特卖的价格 呃 只打了74折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说想 花更少的钱 买到更好的游戏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它的折扣不是很低 折扣不是很低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买一下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或许 等到冬季特卖能更便宜一点 这都不好说啊 逃生这游戏应该就不用多说了吧 13年最牛逼的恐怖游戏啊 新作也会在2017年登场啊 本来是2016年要登场 结果他妈的跳飘了啊 那么这次呢 是7块钱 非常的便宜啊 又是个历史上最低的价格啊 呃 但是这个游戏呢 我相信想玩的都玩过了啊 我估计是这样的 想玩的应该都玩过了啊 呃 但是没有玩过的 或者想收藏的话 这次也是非常比较好的入手时机啊 因为记得今天DLC一起买 一共25块钱 非常便宜啊 一包烟的价格 不过这个系列玩完之后啊 真的会给人留下一些不是很好的心理阴影 湖边小屋合集版啊 如果英文不好的小伙伴呢 可以直接绕行 比如说我就完美的绕过了这款游戏 因为他对英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否则的话 你很多东西根本就看不懂 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 啊 湖边小屋现在是2.5折啊 卖9块钱 游戏一公分6张 大概讲的就是 从前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住在一个小湖边的屋子上 屋子里 然后这个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男的不喜欢把这女的杀了 然后他的孩子诅咒了这个世界 还是诅咒了这个男人啊 怎么样之类的故事啊 一个恐怖分非常好的 解密的探索类的游戏 但是我看不懂 这个又非常尴尬了啊 希望能有中文版吧 但是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消息 介绍了几款单人的游戏之后啊 肯定很多玩家 小伙伴呢 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单人游戏吧 有的时候自己玩比较孤独啊 而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呢 大家购买正版的欲望呢 也不是特别的强 那么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多人游戏啊 内脏清洁工 这款游戏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买的话 它也是历史的最低的价格啊 是28块钱 但是这个价格呢 并不是非常的良心啊 如果你要买的话 一定要买四人包啊 四人包 最好是确认 你起码有三个小伙伴跟你一块玩 你才来买这个游戏 两个人玩也可以啊 千万不要一个人玩 这个游戏啊 可以说是完美的治愈了强迫症啊 你在整个过程中啊 扔各种各样的垃圾啊 是吧 清理各种各样的垃圾 然后如果最后 你哪怕只剩一个小血块 都没有清理掉的话 这个游戏啊 也不算完 算是一款 不是很热门啊 呃 我操 四千多的特别好评 看来曾经也是热门过的游戏啊 强烈建议 如果想买的话 买回来啊 跟着小伙伴一块玩 反正也是历史最低价啊 也没有比这更便宜过 呃 不要一个人玩 还是你就玩 千万不要一个人玩 这游戏一个人玩会疯的 一定会疯的 不可能通关的 我的天 逼死强不证的 饥荒这一款游戏 到底会怎么被分布 分类在恐怖游戏里 我真的不是特别懂啊 虽然说画面比较 哥特一点 阴暗一点 好像跟哥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就是比较阴暗一点吧 但是说到它是恐怖游戏的话 实在是不太合适啊 非常热门的游戏 玩法啊 我想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生存啊 收集啊 之类的啊 那么这次的打折呢 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买这个 饥荒的大包啊 饥荒的大包啊 千万不要买这个36块钱的啊 如果你一个饥荒的版本都没有的话 没有together也没有原版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大包 因为这一款36块钱呢 它包括的是一个饥荒的本体 和一个饥荒的联机版 而这款34块钱的包呢 它包含了饥荒的本体 两部DLC 以及它 以及一个饥荒的together的 这样一个联机版啊 所以说要买的话 34块钱就可以跟小伙伴们 一块唱玩 还是非常不错的 Limbo 每一次都要拿出来说一下的游戏啊 这他妈的 这是这个节目的第一次好吗 神他妈就说到每一次了 好吧 每一次可能都会提到Limbo这个游戏 地狱边境啊 这个游戏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 一定要玩一次啊 无论你是什么类型的玩家 都非常推荐来玩一下Limbo这款游戏 但是Limbo这个游戏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我刚刚说特卖值得买的游戏啊 如果你想买历史最低价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Limbo在今年的6月22号的时候 免费送 免费送Limbo 所以说你想买到一个 比免费送更低的价格是不可能了 但是现在卖7块钱 还好 也有手机版 也可以去玩手机版啊 那么跟他同一家公司的 这个Inside这一款游戏啊 我个人认为 因为Limbo和Inside我都玩过了啊 Inside在整体的画风上呢 比Limbo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但是在解密的难度方面呢 跟Limbo呢还是没法比的啊 还是Limbo更加难一点 而且Inside这次的打折呢 可以说不是特别给力啊 只打了一个84折 卖57块钱啊 如果想收藏的玩家的话 还是可以观望一下啊 现在如果入手的话 可能为时过早 DPTH 深海惊魂 前段时间直播时候玩过 去年还是前年录时矿的时候录过啊 这款游戏呢 多人联机 依然是一款在我看来 跟恐怖游戏完全不沾边的 这样一个游戏啊 依旧是历史最低价 但是这个历史最低价呢 给过好多次了啊 给过好多次了 就是每次就去找一打折 就是本体19 然后四人包12啊 每个12 一共48块钱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啊 如果想买的话 买个四人包是非常合适的 这款游戏啊 看似啊玩法上非常不错啊 这个呃 一个人扮演鲨鱼啊 然后另外四个人呢 扮演这个枪手 跟鲨鱼这个对抗啊 鲨鱼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啊 人类可以不团的升级这个武器啊 但是玩多了之后呢 可以说是有一点小枯燥的 因为这游戏我玩了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作为一款多人联机的游戏 如果你能找到朋友一块玩的话 这个游戏还是可以玩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的 生化危机系列啊 生化危机系列可以说是我个人啊 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 呃 一个系列生化危机6啊 这次呢 折扣呢 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也是跟以往的最低折扣一样啊 卖33万钱 呃 个人来讲啊 我说过了 这个这期视频非常主观是吧 个人来讲 如果你想玩生化危机的话 体验一下生化危机的感受 就不要玩6了啊 那么这次打折呢 有生化危机4 生化危机5 生化危机6 生化危机6打折扣是最大的啊 然而 其实我最想推荐的生化危机4吧 有一点小尴尬啊 因为生化危机4呢 卖44块钱 真的有点贵啊 真的有点贵 卡普空这家公司 我们要怎么说他呢 他这个非常会 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类的公司吧 是吧 啊 非常的会赚钱 非常的会这个 非常那会那个啊 生化危机4啊 这次的折扣啊 只给你打了一个三五折 作为一款这么多年的老游戏啊 虽然说14年这款是复刻版啊 其实画面上也就那么回事啊 也就那么回事 但是生化危机456 如果你要找一个玩的话 强烈你推荐玩生化危机4啊 然后生化危机123 你想找一个玩的话 强烈推荐你玩生化危机2啊 个人感受啊 而且他妈的历史最佳是43块钱 这次卖44好不爽啊 我这一块钱 还能买个血糕呢 恶灵附身的全DLC版啊 这次是卖51啊 如果说单看本体的话 有点小贵 但是加上全DLC的51块钱 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恶灵附身这个游戏 一定要有吐槽一点 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妈的PS4版有官方中文 PC版就没有啊 PC版呢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官方中文版啊 还要自己搞韩话 所以这点是恶灵附身的一大减分项啊 折扣力度呢 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呢 算是值得一买吧 但是如果只为了收藏的话 比如说你没有买过这款游戏 玩过盗版 想买一款来收藏的话 现在这个时机吧 虽然说是历史最低 但是还是有一点贵吧 不过 我觉得它也不会再便宜到哪去了 倒是真的 讲完恐怖类的游戏啊 这次打折呢 有一些非常不错的 非恐怖类的游戏的打折 比如说前段时间直播经常玩的 骑士中细世纪战争啊 这一款游戏的价格上 虽然说以前也卖过这样的价格 但依然是最低的价啊 非常推荐的一款游戏 因为现在的本体只有7块钱 我跟你们讲 这款游戏当时 逆风笑跟我们说到联机的时候 我买的价格是78 原价原价 但现在其实终于战争呢 是卖这个7块钱啊 一款这个手感跟期盖很相似的啊 多人对战的游戏也有这个战 当然这个PVE模式吧 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 主要还是以PVP模式为主啊 强烈推荐购买的一款游戏啊 如果你买私人包 每个才5块钱 我的天 我那时候78一个 我那时候买78 我78也买的一个 好吧 好吧 那么也可以买个 就加DLC一块买啊 10块钱 便宜的要死 天呐 天呐 现在就算是单买的话 4个 加DLC的10块钱 我那时候是78买 想哭啊 蓝兽啊 英雄萨姆3啊 呃 还是历史最低啊 打了个一折 这款游戏 我买的时候好像是5折的时候买的 大概50块钱左右这个样子吧 英雄萨姆3啊 绝对的神作 但是 怎么说呢 玩过的人不是特别多啊 不是特别多 它包含了简体中文 这一点是 非常值得开心的啊 而且大家记得要买一个 这个英雄萨姆3啊 非常建议你买这个黄金包啊 黄金包13块钱 全DLC啊 13块钱全DLC 说真的 有的时候在想录这种视频的时候 真的很郁闻你知道吗 这 你看 你看以前这些游戏的价格 然后你再想想 现在你花的这个钱 我的天 我的天 这有点不想活了好不好 非常爽快的游戏啊 打的是血肉横飞啊 画面呢 虽然说这五年前的游戏 画面不是特别好吧 但是也是过得去的 而且血腥暴力啊 就是干 强烈推荐 大家如果没有玩过 这款影片子游戏的话 一定要买一个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好了 那么差不多 给大家这次推荐游戏啊 就是这期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买来玩一玩 尤其是那期啊 折扣非常低 我想到那个骑士中世纪战争 他妈的7块钱一个 我心好塞 我真的 我真的心好塞啊 然后有一些 可能还有非常好的游戏啊 并没有推荐到啊 有看漏的 或者有些可能 我自己没有设计到的 之前说过了啊 这是一个按照我自己口味的 来到非常主观的 这样一个视频啊 主观一个视频啊 比如说我现在说啊 已经推荐的差不多了 我突然间又看到了 这个失忆症的黑暗后遗 这个游戏也不错啊 但是年代比较久远 虽然说是失忆症的巅峰之作吧 画面不太好啊 价格倒也是历史最低啊 历史最低 想被吓尿的话 可以来试一下啊 然后呢 基本上这次呢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啊 然后玩具熊五月后宫 肯定有人会说 但这次的价格呢 并不是历史最低啊 可以再等一等 可以再等的 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玩过这系列的话 真的可以再等一等啊 等到这次的万圣节特卖呢 还是一只小特卖啊 每年圣 每年圣诞节那次特卖 就是所谓的Steam的冬季特卖 那是每年这一帮最大的阴谋 到时候会有非常多的 这样非常可怕的折扣的游戏 让你按耐不住的剁手 比如说我曾经花十块钱 十几块钱吧 买了古墓丽影的最新作那一年 反正买了好多好多好多游戏啊 万圣节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可买游戏啊 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 东西特卖 到时候咱们再看好吧 那么还是要说一句就是买游戏啊 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不要这个过多的 就是说你觉得游戏好几天要买啊 省吃俭用啊什么的 吃饭最重要啊 是吧 吃饭吃饭最重要 玩游戏是其次 对吧 好了 那么咱们本期的节目就这样 那么第一次录这种方式的游戏推荐节目啊 可以说啊 从中是一个非常没有经验的人 最说肯定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 那么如果大家想在这种 这个系列节目里听到 什么样的内容的话 其实每当我打开游戏的时候 可以说的东西很多 但是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大家更感兴趣的 那么如果大家希望这个系列继续录下去的话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 提点意见啊 就是比如说 想在游戏推荐里啊 就是得到什么方面 更多什么方面的信息啊 都可以跟我说 我会虚心吸取大家的意见啊 吸收大家的经验啊 经验是吧 好了 那么这次通篇扯钱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说到还有个游戏叫森林 这个游戏 我真的不想说他什么了 36块钱啊 这个折扣也是历史上最低的 但是他每次打这个都吃打欺负着 扣的一逼啊 扣的一逼没玩过的 不用玩他的更新速度特别慢 等到完整本 等有个更完整的体称体系版本再说吧 好了 那么非常不严谨的 非常不客观的 非常主观的 非常不专业的 这样一期游戏推荐的节目就结束了 咱们下次再见 他说拜拜 抢着 拜拜 拜拜